就算雨傘破了身体湿头 没法治 就算冷笑冷到不是未宜 就算我向世界飞奔千百里 又再说 就算跌过百次再寻下次 温室无非逃避再或遇 伤汗像照镜子 旅行仍此时 曾相像太好力太多 失忆孤单的滋味 天智我智 等幸福说时也许要变过几次 封不够珍惜的意思 曾失望太多就是多一次 不借的思念永不可揭露 不借着的事已经错过无恰恰 请让我像心中拒絶 认真告你知 是吗? 救命 救命 商場那邊也沒有人受傷 一個小時之前 有大飛在龍蝦灣接了一個內地男子 重案那邊跟著一條線 找這個應該就是殺手 如果這次不是喬小姐替你走出來 我們應該可以抓到一個殺手 無論如何, WPU的首要責任 就要保護老闆的安全 你們已經做得很好 謝謝Sir 不過柳Sir,我覺得這次最奇怪的是 打來報料壞人隊喬江河的人 竟然是喬江山 沒錯 他似乎預知他弟弟會有危險 又喝?你今天半隻腳踏入都不關 那就對了,我們現在爛出來 當然要慶祝一下,不然要來定經 差點河裡賣子林,幸好他沒事 不然我也不知道要入誰 入瀋陽口署,反口複蝕,陰陰濕濕 幸好許Sir天仁,有差不多 我看過洪飛不是有心玩耍的 如果他想要你命,就會派另一個槍手 再相處阻止 應該在聯絡上面出現了問題 接不住那個中間的 除了殺手還有槍手嗎? 兵方馬雷我真的什麼都不知道 周總是這麼說的 他應該沒必要說謊 是 進來吧 兩位喬先生,外面有人送你 兩位喬先生,查過了,沒問題 是什麼? 是一隻狗 是一隻狗 打給我看看 詩詩這麼大隻狗 撞偶? 喂 喬江山,喬總是吧 我是熊飛,今天的事太不好意思了 我希望沒把你們嚇到 你弟弟怎麼樣? 還好,謝謝 我送來的禮 你應該收到了吧 你說一隻藏狗 周總說你喜歡名種狗 我特意找來這頭藏狗送給你 當時向你賠罪 那麼以前咱們都誤會 還有是是非非 就一筆勾銷吧 好好好 一筆勾銷 保持聯絡啊 林Sir,沒事吧,原來這隻狗是被我送的 好的 阿頭,還有你的署長,霸Sir來了 收到 喬先生,霸Sir來了 好晚安,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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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 Sir 今天細喬先生藝商巡遇到的事 幸好有經無險 幸好有你們的WPU在這裡 你許淑那群人真是不可多得的精英 你又多虧事前向我們報料的 喬先生來了 對了,不知喬先生,你又怎知道 今天有人會對世喬先生不利 我收到匿名電話 我不知道是誰,又不知道是否真是假 不過為了安全起見 就通知你們警方 幸好通知 你說如果不是 原來收到匿名電話 不過不知跟我們收到的情報 有沒有關係呢? 我們收到的情報 不過是未經證實的 有人說洪飛和令帝的鬥訓 有中間人已經從中拆掉了 當然有人要對喬先生不利 只不過是一場誤會 是嗎? 是就好了 也好,你在商場幾十年 都存了很多好朋友 說不定有朋友知道我弟弟的事 就出來勸教 不知喬先生你又知不知道 那位這麼能幫忙的朋友是誰 那我就不肯定是哪一個 不過也好,既然有人出手幫了這件事 那也是一件好事 好事…既然世喬先生已經沒有危險 我們也很替他高興 如果一切正常的話 我想這個星期末 就可以正式結出他這次保護的行動 你們這幫忙做得很好,我很感謝他們 謝謝 謝謝 山哥,公司的文件這麼早就送來了 這份是你的禮物 我份禮物? 你還不喜歡? 我份禮物 潛龍山頂樓B座? 你經常說,如果買了B座的話 兩邊一打通 那你媽媽和弟弟會住得舒服一點 但是那個日本太太一向都不肯賣 我跟她說,我太太最近 為了家裡的事很麻煩 我想買禮物,探望我老婆 原來她真的答應我 你開玩笑的 今晚去山天吃飯 順便給潛龍山看看 問問那個日本太太為何賣給我 好,那我們今晚去山頂樓吃我 進來 喬先生、喬太太 小姐在下面吃早餐 想問喬先生你會不會下去 我立刻下去 在哪裡吃飯,你選擇地方 怎麼這麼早起床?昨晚睡得不好 爹地,早安 早安… 是否雙人常發生的事,你嚇怕了? 少許吧 你還沒吃? 讓爹地告訴你,幫你有胃口 你兒嫂的事已經搞定了 保護證人組很快就會撤退 我叫保護證人組走 真的嗎? 是呀 太好了 有胃口味嗎? 爹地 我不懂事,探望我沒有味道 火龍果降血壓去脂 爹地,你胖了 檢查過了,現場環境安全 喬先生,今天有什麼人?什麼時候回來了 一、二、三、四、五、六 都齊了,待會你就會明白了 就說就到 我訂單,讓他進來 進來… 就是我約大家來和師姐慶祝生日 大家輕鬆一點,別這麼拘謹 為什麼你會笑我生日? 我偷聽過你嘛 朋友的事我很擺在心上 謝謝西橋先生 不用客氣 西橋先生,你哄女兒也有一手 連師姐被你弄得眼濕濕,堅堅 哪有意見 別哭,讓我說完這句 謝謝大家 我知道請大家吃飯,大家都不用了 所以趁師姐生日 順道跟大家Fair Well 貓然今晚大家就是朋友了,朋友 也少老闆當我們朋友吧 對,我不是老闆,我是老闆的弟弟 還好… 但是,通常老闆叫我們來 多吃奶茶爺 十個八個都吃午安,坐不下 好笑就像橋先生,還會開玩笑 那我學什麼?我學佛的 我最愛哪個字? 鳥嘛,有什麼大不了嘛 是 我們也祝一下橋先生 以後,老爺都順順來來 有什麼事都沒找我們 來… 好事不找,師弟哭了藥出來,還好嗎? 好… 來唱生日歌吧,師姐等不及了 等等,生日歌要有重要嘉賓領唱 有噩夢的 不,真的是國風吧? 多謝… 不好意思,遲了一點 他真的很高 Happy birthday 好,我們是VRP領唱生日歌,好嗎? 好,Happy Song Sing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還好嗎? Happy birthday to師姐,Happy birthday to you 不好意思,橋小姐 還來,讓我來 不好意思 謝謝 好,真厲害,整宗宮殿結束 他看也看我們一眼 難道我們真是透明乾淡? 你沒有透明 不過人家對眼睛長得這麼高 看不見你了 沒所謂,大家都不同世間 想賺太好,太多生意 太多生意 孤單的自眉,天知我知 太幸福的事也許要變過幾次 風到珍惜的意思 曾失望太早,就是多一次 追著緊的事,已經錯過無可遲 追著緊的事,已經錯過無可遲 請讓我掌心中拒絕 認真告訴你 好,幸虧不太遲 你好 幸好 好, 香蕉 有沒有其他財團附近有土地? 主要是元朗那一頭 遲些拍馬達地 就夾在幫哥跟我們中間 行了, 過幾天我跟幫哥有飯局 到時你提醒我跟他聊兩句 是, 喬先生 小喬先生 什麼事? 大喬先生, 細喬先生來了 為什麼要進來? 是, 元朗那兩塊地的資料 明天交給我 大喬先生… 大家, 鬆開了… 什麼事? 是否Pater Joe的什麼什麼英雄? 這次勁過搞定飛拖掣 不妨礙了, 那個Sona前幾天 又早上吃到晚 慢慢宣布馬拉賭場計劃 吃到我又消化不良 那天, 萬一敗賽都抵著抵著 不用我叫人替你買筊油條嗎? 不用, 我已經成功擊退了他 你猜我用什麼方法? 還用問嗎? 不是發爛爪就是喊打喊殺 不,我是替他賭… 公、知 是呀…你可我不知道什麼 這個小銀子十幾年前 泰國的魔術師送給你的 要公有公,要自有自 他不知道,我替他賭了三局 他三局都輸 我還不吃著想 告訴他,你沒什麼賭運 所以什麼都可以碰 是賭場不可以碰 他真的聽我怎樣 說說說,他人也借了 那就是我們現在鬆了 不得幫你抹金油條 好像不是,肚子還好像穿著穿著 當然了,每天在外面吃飯的東西 不乾淨嘛 你的腸已經烏意單功了 上來腸乾淨很容易 什麼都不好吃 做人有什麼脆味才行 你就算不穩住 一天就是酒池玉琳 做個身體檢查 順便找醫生,檢查一下腸 檢查腸?即是直腸檢查? 即是通鬼? 怎麼行?很不老的 我會被你通過鬼的,大哥 那倒是 你哥…不是啦,你做哥哥的抵抖了 怎麼樣? 我幫你通 你來了,別管了 怎麼樣…怎麼樣… 大哥…怎麼樣… 喂 赵总啊 赵总啊 我现在正在沈阳呢 和熊飞在一起 熊大哥过两天会经香港 飞去泰国做水疗按摩 他会在香港停留两天 想找朋友吃个饭 你稍等啊 熊大哥想跟你说几句 喂 乔大哥 我是熊飞 熊大哥 你好 乔大哥 熊大哥 我难得去趟香港 这回我到了香港 说什么都要请你 跟水哥吃个饭 喝个酒 这个吗 就这个星期六晚上吧 对不起 礼拜六呢 我刚好约了人 不好意思 那就敢吃中午饭吧 就这样了 一言为定 那好吧 对了 熊大哥几点能到 我派人去见你去 不用麻烦了 我有车从深圳过来 我到了饭店再跟你联络吧 那好吧 你不留情 熊飞 是啊 他说礼拜六到 你帮我吃饭 这群人惹不过 撒不掉他吗 他超级惡人 易请难送 看来正正式式 这群人 你把一餐我偷走 那天我包得不长 那票房没话说 牛啊 第一名 依你这么说 如果我又当女性帝 你也有办法把我捧上去 一定啊 包在我身上 好… 大哥 飞哥真是又爽又鼎人 想不到和他这么合嘴型 真是不打不相识 飞哥 我找一顿看着你就好了 可以找一顿做朋友嘛 杂文 这也得谢谢山哥 要没山哥给咱俩牵这条线 咱俩怎么讲和 这会儿又怎么坐在这儿一块喝酒 对对对 可以说啊 山哥 我还得再敬你 来来来 好… 来来来 搞干了啊 说到底呀 这多一个朋友 总比多一个敌人好 这顿酒啊 喝得开心 喝得痛快 我早就听江湖传闻说 山哥您要做朋友 那是最佳的朋友 要是跟您成了敌人 那是最可怕的敌人 但是我姓熊呢 跟您山哥有一点儿不一样 我姓熊的哥们们 朋友是变天下 敌人一个没有 怎么 你说真的还是假的 因为呀 全都死光了 你的懒格真懒啊 快点说得出口啊 你不记得什么叫懒格啊 冷笑话 又冷又烂啊 冷笑话 我可不是跟你们开玩笑啊 你想啊 咱们出来做生意 经常会遇到一些拦路 不识抬举的 不知天高地厚的 像这种人怎么办 能做朋友最好 做不了朋友 那就甭管三七二一 欲佛杀佛 而且还要斩草除根 杀杀杀 好怕好怕好怕 来到香港啊 就让你乱跟我来嘛 说到香港啊 什么都讲规矩 规矩太多了 就好像盖个房吧 现在收地 收楼 审批 才能动工 在我们沈阳 没转 一边动工 一边收地 你说这个房子还没收回来 就能动工 你不信哪 只要你们有兴趣 来沈阳搞房地产 我姓熊的保证 帮你们收楼收地 甭管它是祖宗山坟也好 政府单位也罢了 甚至是军营 我都能给你收得到 到时候 一边动工 一边收地 咱们有钱 大家一块儿赚 对不对 好厉害 好厉害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快言快语啊 改名 我到那个内地区 发展这个房地产 我第一个要找的就是你 来 一定 一言为定啊 来来来来 警察 时间差不多 对了 咱们这个午饭啊 一吃吃三个小时 快变得晚饭了 这人一高兴啊 时间过得特别快 其实没关系啊 咱们午饭晚饭一块儿吃啊 还能多聊会儿 多喝几杯啊 我也想啊 可是今天晚饭呢 一早就约好了 退不掉 所以我必须先走 好 大哥 你去做大事 这里要我搞定 我要跟飞哥啊 喝个痛快 不准无怪 飞哥 你慢慢开心 慢慢喝 好好好 兄弟啊 非要你来啊 大哥来来 大哥 我可以的 先走了啊 拜拜 慢走啊 兄弟 这么喝什么 红的还是什么 什么都可以了 来来来来 跟你拍个 不拍无怪 好 干了 好 好 来 来 喝了 干 所以我说呀 有时候看他们那些踢球的 真是差劲 照我说呀 把那球队买下来 自个儿做老板 想让他们怎么踢 就怎么踢 你要买球队啊 你一定要买女子足口队啊 够爽啊 你喜欢看女子足球啊 总之是 好球我就喜欢看啊 我看你是喝醉了 好 下次你来沈阳 我带你看我刚买的一队球队 叫沈阳志 不管他什么哥 不怕 我就要看好波 来来来 好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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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买的那队沈阳制药 那才是真正的好波呢 不到两年时间 已经横扫中国联赛 也就是说 下次中国国家队 再打入世界杯 我敢肯定 有一大半的队员 都是我们沈阳制药的队员 哈哈哈哈 也就是说 我半只手已经摸到大力神杯了 到那个时候 我让全世界的人都看见 我们中国足球的厉害 不要说我扑你冷水了 讲世界杯 中国没有来啦 你怎么说话呢 难道咱们中国人 还不帮咱们中国人吗 我跟你说 我那队沈阳制药 现在用的教练 是巴西最棒的教练 哎呀用什么教练有什么关系啊 中国波啊 有派都没有想到大台啦 日本才好波 蓝蓝楼都比中国好波啦 你脑子进屁啦 叫板啊 你的意思就是说 咱们中国人还不如小日本 你有没有把自己当成中国人呢 你怎么满嘴喷喷呢 讲真心话呢 其实都是安逸的啦 你爱过了 都不能够安逸两心 中国波就是 没得就是没得啦 我说得就得 你说得就得 你说得就得 肯定我白了啦 这是香港不是沈阳 不是说你得就得啦 乔洋河 我告诉你 我今天神飞现在当天发誓 在两年之内 我要我的沈阳制药 代表中国国家队打入世界杯 不但要打入世界杯 还有赢世界杯 这是我熊飞说的 你不要傻呀 傻呀 只十岁人吹水不抹嘴 你真的不要这样低能啊 停开 我谁低能啊 对不起啦 不用理想啦 你们乖乖乖 踢什么都可以啦 大先生都催你不准啦 神仰之忧 你不说 我是以为是买退休日 如白锦销想人试试碑 你不如阿德尿照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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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不要 不要 大哥 在护进我们的地方 你 你 你 人家不要 人家不要 小翔先生,那些全部都是政府官員的车 其中有两架应该事急搬完 大翔先生,小翔先生 谢谢… 大翔先生,这次小翔先生占道宇宙 是不是和上次的事有关的? 谢谢 那当时同样是中昌的退休中心庭大法官 掌軒倫着事和小翔先生有什么关系? 说两句 说两句 小翔先生是两家庭的 不要说你,谢谢 谢谢 带他去鸿爺他们 告诉他们现在的环境,不要踢水 是,翔先生 先生,先生哥 水怎么样? 医生还在闯救 但是听警察说 水哥进来的时候 头部中枪流了很多血 他进手术室的时候完全没反应 医生… 老公,确实实,跳骨骼怎么样? 我爹地怎么样? 好抱歉,我们已经尽力了 都救不上 长大法官心装中枪 子弹射去心室,我们已经尽力了 医生,究竟乔哥河现在怎么样? 他脑部租枪击 不过幸好的是 子弹没有直接射中脑干和中雪神经 我们已经帮他拿出子弹 应该没有身为危险 但是他还在昏迷 他什么时候射? 暂时不知道,你这样究竟他会不会醒吗? 情况应该下官的 不过要再上官查 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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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点事想要来见一见 是,你留在这里 有点超声,请你通知我 是,杰先生 我们在案发现场驱逼了两个疑犯 有一个是沈阳,大款鸿飞 另一个是他的司机 他的司机第一时间认罪 根据他的口供 说当时洪飞和李弟弟喝得好醉 因为世翘先生胡说话 得罪了洪飞,让他赶上车 但是世翘先生依然不断罵他 他的司机替洪飞不抵 生气了 把枪吹出来,把枪吹起来 他本来还想補多枪 谁知被洪飞阻止 两人在糾纏之间,这场阵风 打中了在附近放狗的退休中心 桑廷法官掌着事 我这个弟弟一向都喝大了 就口没借了 就不时都是出口伤的 有顾不顿钱,搞这么大件事 紙槍有两人的指纹 最关键的是司机认罪 所以我们还要看在场的唯一 目击证人的口供 目击证人? 目击证人是… 零钱庚 子林? 是,他当时开车回家 目击证的枪击过程 可能他受经过程度很不稳定 所以我们暂时都帮不了他下口供 好 嬌小姐,都坐了这么久了,不如 为什么爹地还没到? 你爹地正在来 长官… 长官 爹地 不用害怕 长官,不用害怕 你看到什么就说什么 我拿着车回家 我去到路口 看见二叔喝醉纷纷地走到大闸那里 但是在他后面 有个人握着枪,盼着二叔开枪 然后二叔就躺在地上 然后就有另外一个男人扑出来 他们两个还纏在一起 然后我再看到… 彭,一声,没多远,有个人放着狗 好像被他打中了 那你记不记得 向你二叔、乔江河开枪的人 是怎么样的样子 有阿姐穿什么衣服 二林,不用怕,慢慢想,慢慢想 他… 他穿着黑色皮疙瘩 他是光头的 你肯定开枪的那个人是穿黑色皮疙瘩 光头的吗? 是 那另外一个博上去阻止的人呢 他又有什么特征,穿什么衣服 慢慢来… 博上去阻止那个人 他穿着白色皮疙瘩 黑色西装 你真的肯定? 你是不是肯定 开枪的那个男人 是穿黑色皮疙瘩光头的 而阻止他那个 是穿白色皮疙瘩 黑色西装 是不是这样? 你好,阿sir 今天到此为止 曹先生,由于洪菲的背景和势力 我们警方很重视这单纪 白色是不是认为我安女有危险? 如果没有了令千金这个证人 这宗案的兇手最大嫌人 就是洪菲的司机 而他也都承认罪 但是根据令千金的初步口供 洪菲的司机很有可能只是定罪 那就是说如果没有了子林的口供 洪菲就可以脱身了 所以我们警方有理由相信 令千金的安全已经受到威脸 我们一定要确保他无事 如果帕先生认为需要保护我的女儿 我会和你们合作 邱总,有一件事想找你帮忙 邱总,我刚要给你打电话 有一个人想见见你 熊二哥,小心 这些狗可都没有训练过 小心被它们咬着啊 邱总 您来了 我来介绍你们认识啊 他就是熊菲的二弟熊毅 这位就是乔总,乔江山 来来来,我们坐下 满白沙量 好 熊毅熊二哥和大哥熊菲的感情 是非常地好的 他一知道大哥出了状况 希望就马上来到香港 就是希望能有一个圆满的解决方法 我到香港来 极有一个目的 我不想看见我大哥坐牢 邱总,要是我大哥真的没事 但是,你有什么要求,我都听你的 我的要求 我看是你有要求吧 没错 是我要求你女儿什么都看不见,听不到 那我大哥的事情就可以解决了吗 你大哥的事情可以解决 那我二弟呢 他人呢还在医院,还没醒过来 他的事情,谁解决啊 乔总啊 有话慢慢说 先不要发火啊 我今天来,是看那周总的份上 你大哥为什么被抓,你心里没明白 就算那我二弟,是酒后胡言 那就该死吗 你要你大哥没事 那得等我二弟醒过来 哎,这个,两位啊,我 现在啊,不单单是我二弟,跟你大哥的事 我女儿,看见什么,听见什么 只有她知道 任何人哪,都不能隐形她 香港是个法治地方 不是我,更不是你 可以为所欲为 你们香港人,这么喜欢 讲法律,守窥职 一点人情味都没有 我女儿看见什么,听见什么 好,咱们等着吵吧 乔先生,保安局罗先生想见你 乔先生,罗先生来了 Ben 来,乔先生 出口… 我对人一阵子 长大法军写的案件 你们保安局一定会很忙 想不到Ben 所以你可以望女偷下来探我 乔先生是一个聪明人 他这个时候来找你 你也知道我为了什么 CIP最近收到消息 洪飞的弟弟洪二刚刚来到香港 还去了新界一个狗场那儿 不就最近你和我朋友去买狗 去那场吧 真想不到你们保安局做事这么周密 小小事也不可说 当然了 特别是这次的案件 不但我们保安局高度关注 就连英国领事也很紧张 会要求我们一定要拿正来做 所以我们不希望出现一些 我们不想见到的情况发生 乔先生,你会和我们合作的吧 爹,你说得这么清楚 我怎么会不明白呢 明白就最好了 好,那我们也不挡你 好,拜托吧 好 乔先生,我已经起清楚了 洪飞、洪二、洪勇三兄弟 在瀋阳所有的生意 无论能见得光的、不见得光的 我都会有料 只要你闹头,我随时可以做事 暂时先保安局闹头很沉 任何风吹草洞,他们都闻到 不要乱来 这个洪二出名是爽的 他说有红飞,一定会先拿手为强 很怕他对乔小姐不理 现在警方保护了指令 我们掌握他们三兄弟所有的事 只要有什么意欲 我一定会放过他们 好,老头,每次的园子 整个人都散了 脚完全不受控制 老头说了,整天操船 开车就会比较晰晨 不是的 你叫什么? 老头要求高,队员零射线 行不行? 行不行 转手,快才能做的 来 老师,大哥 刚刚操完吗? 是呀,上班有空就操作了 是呀, 遲些應該學會 有新工程嗎? 是呀 但是法官和喬江河被槍擊的案件 喬子林是主要證人 如無意外, 也應該輪到我們添人 對了, 上次喬江河你們保護那時候 聽說喬小姐的惡行事很厲害 過些資料來聽聽 讓我們做功課也好 沒有惡行事, 不過人不可以收我們 之後再去透明 無論如何, 也要親身經歷一下 要抓你去運氣嗎? 不是吧 難得我德哥, 我們抱的嘛 就算我老闆, 竟然我不好老闆 多難服侍, 我也敢做的 其他幾晚 許Sir, 柳Sir找你 謝謝 柳Sir, 網友有事 坐一會, 阿森 有宗新工程給你的隊伍 就是保護喬子林 你盡法讓他預算和策略夾回我 這次不是應該到德哥的隊伍做嗎? 本來應該輪到阿德他們 但是喬江山主動要求 想你這群人繼續做下去 他沒有解釋是什麼原因 不過既然他有這個要求 證明他很相信你這群人 和老闆能夠建立互信 絕對是好事, 保持好事 是, Sir 這次可能對喬子林不利的 是來自瀋陽的熊士三兄弟 瀋陽人每個人都說 熊飛癲、熊義喪、熊勇欽 三兄弟, 在瀋陽表面上 他們做正行生意 但實際上, 黃島獨犯犯齊 黑白兩道都記了三分 這三兄弟, 感情簡直好到三位一體 所以洪飛出事 二老和三老一定會做事 最危險的是 他們在瀋陽一向都是膽障 殺人不眨眼 所以我們這次的風險評估 是僅似於最高級別的H2 Test Bird, Test Bird, Test Bird 好… 因為這次老闆是女性 為了方便保護 我們特別調了Maisy來幫忙 早安, Sir 大家合作愉快 Kathy, 不知道人家在樓下吃飯 剛好入獎人, 下次吧 好 翹先生 再見… 來, 坐吧 行了 坐吧 翹先生, 由今天開始 會由我們正式保護翹小姐 在街頭街尾 安排隊員翹莊身分, 監視出入的人 在大閘門口 安排了一輛WPU的車 長排在這裡 所有房客、車輛 都要經過檢查才能進來 另外, 我在大門、花園和後門 安盡了CCTV監視 我還安排了兩位女隊員 師姐、Maisy, 貼身保護翹小姐 大致上跟上次保護翹莊的報奉差不多 這次保護我的女兒 跟保護我弟弟很不一樣 要注意的事情亦是很不一樣的 無論是什麼時候也好 在我女兒面前 你都要表現的是真定和自然 就算有什麼突發的事件 你都不能令我女兒受驚嚇 或者受到刺激 總而言之 我女兒是不能受任何人的騷擾 明白 明白, 我會在不影響保護翹小姐的情況下 儘量配合 我這次向柳Sir 要求你們這一隊的人 希望你們可以像保護我弟弟一樣 保護我的女兒 不容許有任何的閃失 所以希望你們能夠打勝十二分精神 好的 怎麼回憶呢?大哥 怎麼回憶? 老闆, 最近碼頭上落的大飛 有沒有可疑? 沒什麼, 多了很多酒屎上落 叫小姐盯緊 尤其是沈陽下來的那些 看他們有什麼猜測 收到, 大哥, 放心吧 來, 乾杯 山雞哥, 找我們緊急什麼事? 叉燒 不管其他堂口鬼打鬼 如果有外來人 尤其是沈陽下來想工作的那些 又或者他想招兵買馬 馬上通知我, 知道嗎? 我們早上就收到風格了, 大哥 現在其他堂口 每個人都在幫 是喬江山在盯緊的沈陽喪狗 但是那些警察 不是在保護他的女兒嗎? 人家大富有錢都在做事 當然有兩手準備了 人家都買了保險 你給我安靜安靜安靜 我們出來走的 不得罪大富有錢人 不是沒有口味的? 放心吧, 大哥, 我們會做的 聽不聽到嗎?還割你給大哥 阿龍, 大澤有問題嗎? 一切如常 雖然風平浪靜, 別鬆鬆 是, Sir 阿Sir 郭仔, 又拿了送給小姐 是呀, 這麼多日落都不下來吃飯 其實保護那個大小姐 又沒想像中那麼難 起碼她一天到一刻 都是躲在家裡, 是不是? 沙士人投訴 她投訴喬江河之前太多節目 導致她有氣, 沒帶人休息 那出街總有風險 喬江山當女兒是寶 當然寧願她留在家裡 那如果那個寶貝女兒要出街 豈不是很大陣長? 阿頭… 有…有多大陣仗, 明天就知道 明天大小姐要去警署演的人 聰明點嗎? 是, Sir 這輛車, 路面情況如何? 路面乾淨 收到 收到 阿頭, 後面有鬼跟著 各位手足, 看古警覺 C車準備好 是, Sir 這輛車, 這輛車 這輛車, 不好意思 可別有一輛車跟著我們 暫時未知歧途 不過你們放心 我們會盡快解決 這輛行動 收到 這輛車, 反正 推動 許他 可使是可以 別走 遷 laisse persecuce 好 熱 Hitler 都是快速 來 很多人 才別來 都沒 當少, 大っ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